它真的很香欸 它打開的時候真的會有一個 就是你這樣 請你不要這樣 就是它吸起來的時候真的有一股 哈囉大家好我是剛果黑美人 我是野丫頭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好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Gabong熊呢是熊熊它創立的品牌 我們之所以會收到這兩罐呢 並不是因為我們要幫它業配喔 對要常調不是業配 不含任何業配的成分 只是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在 明熱新聞幫它發新聞的時候 熊熊我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聊天然後要我們私訊台 對 我們不要了 就真的給它私訊一下 然後總之它就說就是它創立的這個品牌 想要寄餅乾給我們分享看看 我們今天收到的兩種口味 一個是 煙燻起司 然後另外一個是玫瑰鹽鹽 然後我們就會試吃一下 再來我們兩個就各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口味好了 那我們先開煙燻起司 它真的很香欸 它打開的時候真的會有一個 就是你這樣 請你不要再吸 就是它吸起來的時候 真的有一股那個洗濕味很濃 我整個人都很想把這個品牌 你熊熊會開心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發現就是它 它其實是有兩個族形的 它有兩種不同的 它裡面有兩種不同的餅乾 一個叫醬燒魷魚餅 就是這種比較大塊的 它是方形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魷魚捲片 它就是這種小小的 這種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好 起司味很濃 但是我覺得是適中的 不是會濃到讓你覺得很膩的 對 有些起司吃下去 真的會整個嘴巴就是那種 對 滿嘴起司味 對 就是它的起司 起司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是鬆口的 對對對 大片的餅乾的口感是比較脆的 比較扎實的那種 小片的跟大片的對比 我覺得落差最大最明顯的 就是小片它的味道 比較 比較淡一點 不對啦 應該是比較濃吧 你再試試 好不適合錄美食節目 哈哈哈 沒有 我真的覺得小片的味道 是 就是跟大片 因為它有點落差 但確實是不一樣 兩種是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口感來說的話 是大片的比較紮實 小片的比較薄脆的那種 嗯 口感有點像蝦餅 總之我覺得 起司味是滿好吃的 嗯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玫瑰鹽鹽口味 聞起來是 也是有淡淡的 鹹鹹的香味 嗯 它一樣是 就是有兩種 它鹽烤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就我以為鹽鹽吃起來就是會 嗯 有點死鹹 嗯 可是它其實吃起來很神奇 它有甜味 帶一點點甜味 對 我個人覺得小片的這個 鹹味比較重 應該是 大片的有那個 醬烤 小片的沒有醬烤 所以大片都會帶另外一種 醬烤的味道 不管它是什麼口味的 我覺得這兩口味 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它現在就不會讓你覺得 很立刻口渴 欸 我要講一個就是 我前幾天在熊熊 它的那個就是 它這個商品裡面 看到的 它很酷 它很多吃法 嗯 它拿方形的那種 然後就是 拿起來 然後上面可以加 它就是各種的料 我看那個廚師還有把那個 就是把它用成碎片 然後跟飯一起炒 哦 很酷啊 你先分享一下兩個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味道 這兩個的話 我自己其實老實說 我會比較喜歡 廚師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是 平常就吃超級重口味的人 你也是 我覺得它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一般餅乾的原味 哦 對 對 基礎款 對 它現在出了四種口味 對對對 我自己是 比較想要去吃 它現在均出的麻辣口味 哦 麻辣 但我自己個人也是比較喜歡 其實因為我跟妳一樣是吃這種口味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這兩個吃都是滿適合 追劇耍廢的時候 就是一口接一口吃 就是不會膩 我覺得它 也適合小朋友吃 而且是滿方便舊口的 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說 熊熊這個商品 它真的是 超多人在排隊的 對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就是很期待收到這個 對這個有興趣的 就可以去熊熊的IG支持 大家一起支持一下熊熊 那野丫頭 感謝美人在這裡 謝謝熊熊 謝謝熊熊哦 掰掰 我們現在在這裡跟熊熊喊話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們有沒有機會吃到另外兩種 我想吃麻辣口味 我還想吃麻辣口味